单约测试看一下 单约测试其实也超级简单 逻辑还是一样 运行这些用力 然后能够成功 然后再我们加新的用力 但是这个地方呢 和我们之前开发 网场业一样 就是它用力比较简单 所以说我们没必要 再这么做了 我们就直接把用力写上 直接运行 跑一遍就完了 因为这是一个特例 跟网场业一样 就是它的功能 虽然说最小挺粉的 但是它的那个测试用力 还算比较简单 所以说测试用力的复杂度 和那个功能的复杂度 并不一定成正比 特别是对于单轨原子功能来说 那测试之前呢 我们首先把cookie 就是我们张三的这个cookie 就是从那个weborder.srd 这个开始 然后把它拷贝下来 然后把它放在张三的这个cookie上面 保存一下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数据就准备好了 因为我们首页嘛 首页只用到张三的这个cookie 第四的cookie还暂时用不到 所以说我们第四的cookie 我们就先不管 然后这里面呢 这个首页的这个测试用力 这个代码 和我们的这个square 就是广场的测试用力 代码完全是一样的 这个格式完全是一样的 只有一点不同 就是广场的这个是 API square 录的帽 然后我们首页的是 API blog 录的帽 就这一点不一样 其他地方完全是一样的 因为它的那个 使用形式完全是一样的 只不过说 它后端返回的这个数据 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测的是一个 界后能不能打通 然后测的界后的 一个格式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测的 是这种事情 所以说在这个层面上来讲 首页和这个广场页 也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广场页当时 我们也是就这么 直接去测的 对吧 然后当时我们写的是 这个profile 这个个人主页 对吧 个人主页是一行一行写的 但是个人主页有个区别 就在于它需要 传这个油的内部 所以说我们就不跟它对比 我们跟广场也许对比 它不需要传油的内部 那好 那我们一块弄完之后 我们就直接去 来一遍 得了 就没必要那么啰嗦了 也浪费时间这么弄的话 OK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就说明这个 就是市场首页的 第一页数据 加载也没问题 而且这个API Blog RootMall 这个接口也没问题 然后这些数据格式 也都没问题 OK 我们都关一下 关了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代码的 这是我们刚刚改的那个 刚刚改的这个 测试用意的代码 我们就把这个代码 给提一下 好 Kwins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Test 做前缀了 所以这是测试嘛 Test首页 好 还是Post 最后Post一下 完了之后呢 我们根据惯例哈 就是这个 手艺的所有的功能 或代码都写完 写完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 Checkout到这个 Master 分之下 然后 顺手Post一下 就是万一别人有改 OK 没有对吧 那没有也正常嘛 因为往这没有别人嘛 然后我们把这个 后面墨值一下 好 Post Master 那OK 那 在现在为止呢 那这个 手艺的功能就讲完了 然后我们 等下做个回顾吧 好 第一条就是 数据模型 对吧 Vlog关联Uter Reation 然后我们说了 没有外界 这个事情 当时也解释了 对吧 关联这个模型的目的 就是我们要在 查询的时候呢 做那个 三个模型 联合的查询 还有一点 数据模型 建完之后 我们做了一个叫 自己关注自己的 这么一个功能 自己关注自己 就是为了让手艺的 这个数据查询的时候 简单一些 让手艺只需要查询 他自己的这个 关注人的微博就可以了 因为自己 也是自己的关注人 对吧 然后接下来是 查看模板代码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那个 右侧那个 什么个人信息啊 粉丝列表啊 关注人列表 那些就直接放那就行了 就我们 那边再讲一遍了 以及这个 模板左侧的这个 前阵的代码 也就要再讲一遍 和之前都是一样的 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去开发路由 渲染页面 再来更多 这个地方渲染页面的时候呢 我们最主要的是 在这个service层 就是后端数据层呢 我们是通过这个 三个表联合起来 和三个模型 联合起来 进行查询 才能 才最终找到了我们 最终需要的这个 首页的这个数据的 这个整合这个结果 OK 再来更多呢 和之前的方式是一样的 包括最后的这个 单约测试和之前 也是一样的 那这个整个 最复杂的页面呢 就已经做完了 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复杂 好 那首页做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再去做的 就是整个课程 最后的一大部分 最后的一大部分 就是那个爱词功能 就是微博的一个 很核心的功能 爱词功能 那个呢 可能因为单点的 就是理解程度上 可能也不比首页逊色 就是也稍微 绕一下弯 才能把这个事情 给讲明白 才能理解 但是没关系啊 我们来慢慢讲 相信大家应该是能 很快就把这个事情去完 明镜与你